《 》 來自江蘇省鎮江市的兩段視頻顯示 中共病毒疫情已經在此市蔓延 但官方通報中 江蘇全省連續多日沒有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一段視頻指 1月24日晚間 六部大巴士停在鎮江市郭信義和小區外 準備載居民去集中隔離 巴士的前面還停著一部警車 身穿著防護服的醫護人員在小區內走動 另一段視頻顯示 4人一排的防護人員在道路上噴灑藥劑 位於鎮江市潤州區的郭信賢和小區已經被封閉 全區被迫做核酸檢測 一名工作人員上門通知住戶 有3個人都是陰性 但昨天晚上有些發現核酸檢測結果可疑 所以整棟樓全要核酸檢測 這個工作人員要求住戶都不得出門 一旦確診就全體集中隔離 這個或者是解釋了前邊所說的六部大巴士的來遊 視頻結尾附上一則1月23日的微博爆料 當地一居民自愛爾蘭返家 隔離未夠28天就和父母一起出門逛街 之後竟然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鎮江官方通報僅境外輸入一例 但其他不說他父母必已經被感染 今天就說他父親已經有發熱症狀 結果他父親還門報行程 自己陪小三去瑜伽管練瑜伽 遍防空人員說自己一個人去健身房健身 鎮江政府不知在做什麼 也不公開他一家三口的行程 門啦!繼續騙啦!非要騙不了才公開 鎮江政府真離譜 鎮江市在1月22日上午通報稱 在對境外翻證人員健康管理過程中 發現郭信儀和小區兩棟一人核酸檢測結果可疑 23日這個姓樓的住戶被確診 1月24日鎮江市潤州區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報稱 這名患者的父親第二次核酸檢測呈陽性 再看江蘇省的疫情通報 1月22日兩例新增境外輸入 其中一例來自美國 另一例自愛爾蘭輸入 估計就是郭信儀和小區這位姓樓的患者 1月24日省政府官網的疫情快報一欄 可以看到一排大自清 當日江蘇沒有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令人疑惑姓樓患者的父親究竟是不是已經確診? 打開這則疫情通報才發現裡面寫著 當日新增沒有症狀感染者兩例 其中一例是境外輸入關聯病例 比較有可能的是指這位住在郭信儀和她的父親 然而 從前述微博爆料看 這位父親確診前就出現發熱症狀 並非無症狀患者 這令到外界質疑 各地官方單列無症狀患者一項 是不是為了從字面上減輕疫情 用文字欺瞞發聲呢? 而且這位父親明明是本土確診病例 他被江蘇列為境外關聯病例 這些媽夫眼打得令中國網友惹怒 很多人在社交平台留言露鋒 本土無症狀就是本土無症狀 是都要傳開了才提醒公眾嚴重性嗎?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 核酸陽性等於核酸可疑 本土病例等於境外輸入關聯 用這些說法的話 國內根本不存在本土病例了 至於24日晚上 6輛大巴士究竟帶走多少核酸檢測陽性的患者 外界根本無從發問 多謝您收睇這次時局新聞,再會!